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对卡霍夫卡水电站堤坝被破坏 表示严重关切 对由此造成的人道 经济和生态影响深感担忧 我们呼吁所有冲突当事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全力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 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当前形势下 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感谢观看